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花莲县陆续在13乡镇设置400座的智慧公车站牌 现在已经完成了160座 预计明年2月全数完工 其中位在丰冰分队新厅设前的海港1号智慧站牌 今天正式截牌 花莲县陆续在13个乡镇建阵400座的智慧型公车站牌 现在完成了160座 预计明年2月全数完工 其中位在丰冰分队新厅设前的海港1号智慧型站牌正式接牌 3 2 1 请接牌 哇 请名炮 县长徐震卫说 中央地方同力合作 提升花莲智慧交通观光 整合站牌特色也为一条设置地点 让民众 旅人 后车的过程更加友善 县福积极争取花东基金 预计三年内将再建制400座功能性智慧站牌 就是我们的智慧站牌 小港1号在这里 在这里把它做好 那也成为我们 希望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新的景点 结合智慧科技美学提供好的后车讯息 方便游客安排游城 畅游花莲 包括台九县的240座 以及台11县的160座站牌 让民众到花莲搭乘公共运输更加智慧便利 也能感受交通新美学 记者高雄双风冰箱采访报道